我们第二个手术的话叫隐蔽性阴静的这种手术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非常肥胖的重度肥胖的人 其实呢他们受一个困扰 也就是肥胖引起这种隐蔽性阴静 那么隐蔽性阴静的话呢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这个齿骨上脂肪的增多 那么以往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包括刚刚更多的还是在国外 会采用这种把齿骨上脂肪垫切除的方法 而这种方法的话其实闯上人大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腐壁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切口 但同时的话呢 其实我们想处理的无非就是这些脂肪而已 而这些脂肪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 比如说会允许吸脂的方法 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部分的脂肪 如果采取一个吸脂 那么在术后配合的加压绷带 那么就完全可以起到作用 这是目前我们采用的齿骨上脂肪抽吸的方法 只能看到呢 就是在穿磁点这个位置有一个两毫米的穿磁点 那么就可以解决持不上脂肪增多的这样的问题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